字幕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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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作词 李宗盛 以下节目部分内容 涉及不雅用语 敬请家长留意 如有觉得不适 绝无勉强 可以停止观看 哈啰 大家好 NG 先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NG Chai 一个图案艺术家 你怎么去 Define 这件事呢? 其实我了解的时候 我刚刚也是 因为我做这个平面设计 做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对着电脑有点忙 所以我希望可以在另一个地方 用我的规定器 去辨提一些东西 那我就想到 诶不如试下来 因为没有试过 把它放大 我觉得很好玩 因为我在做工 其实有很多的限制 你是不能将你的东西放下来的 就是看回 看回你的指导 其实他已经做了差不多五六年 还是这样的 然后东西没有什么变化 我觉得如果我踏到他的位置 应该都要做很久了 那我发觉到 如果我踏到他的位置 也没有什么变化 那畢業直到 我就立即去做设计的东西 可以放上网 我当时是设计的 将我的想法放进去 我分享到很多给别人看 然后觉得不错 有些商业的商业 找我做一些 例如说 腰毛包 OK的 然后发觉到 到了一位 我就突破不了 我就找个朋友 试一下这东西 我说我就很喜欢 我觉得感觉都回来了 我第一次看过你的 有很大的部分 在Nandos那里 那个是第一次最大的 对啊 第一次最大的 其实现在是突破了 所以那个也是我的转变点 从来没有感觉到那么自由 原来我的能力 是可以超越我本身 人家对我的看法 所以我发觉到 当我出来 我可以是圆形 四方形 三角形 因为没有限制 你没有限制 就好像一样 我们在金河做工 他一定要我们10点开门 到10点晚上闪门 你有没有试过 被警察 被警察来抓 因为我们的想法 就是将他未霸 这个地方 不是去破坏 所以我们花时间去画 画到比较整体 然后警察来 穿了鼻蛋衣 我便想 不需要这么厉害 我会不会画 不会画 不会画 不是恐怖分子 不错啊 但有人投诉 有人投诉我做事 但我不做事 看不到这个区 我会说 你们要小心点 找些地方画 不要画 在别人的地方 有什么 你会用那只狗呢 好 其实很多年前 我想到 做artist 应该有一个逆代 让自己 有一天 我一直在开车 我们在highway 应该是七年前 2013年 我看到很多流氓狗 被车撞死了 所以我觉得他们很惨 Apply Time 在我身边 我属狗 所以我是九年 当我要坚持自己的梦想 我其实在2000年 我来到KL 我是沙巴人 我是在新鲜 你第一次 Piece 是Out of Malaysia 在哪里 小型 其实是在中国 中国 中国之后 慢慢去到香港 然后又去到澳洲 然后又去到马德尼亚 然后又去到马德尼亚 有些他们没有钱给我 我又很想去 我自己扔钱出来 去远一点的地方 国后其他的 他有安排给我就好 有 我最开心的是去到美国 因为那时候 我去到美国 是不认识人的 所以我有一些小粉丝 在那里认识了他们 去了半个地球 我认识了粉丝 他说 我出来见面 我喜欢你的东西 我不知是谁 我出来的人 我是12岁的小鞋 他说 朋友在哪里 就是我 我嚇到他 他又很有兴趣 在做street art 他又找到 去美国的国家 拍了很多东西 他就帮我安排 我看到这里 有很多你都有做 有跟 brand 画的东西 这个就是我自己做的 因为当 现在很流行Ed Jordan 我们看完 last dance 之后就很有感觉 小孩真的很喜欢 我一直都很想 有机会出鞋 没有的时候 我就会想想想 究竟如果 我真的有这个机会 他究竟会有什么模样 什么颜色 所以我们会继续做 有这个菜脚 其实我之前已经 customize那一队 那一队是不能做的 这队就好一点 我去MCO的时候 没有事情做 我就了解了 所以我怎么用颜色 齐上去 然后放上去 然后就做一对 我自己喜欢的颜色 所以我后面 也有一个裁构的 有一个Air Jordan的logo 裁构的东西 然后我就想到 这个盒子还可以用 我就把这个logo 画了裁构上去 让整件事 比较丰富一点 好看一点 但我第一个collaboration 其实是和 Pastum Hotto 那时候他又刚刚上 他做了五年了 他就已经有 多一点就OK了 他就说 不如一起做一个系列 我跟他说 OK 我有兴趣 不过我没有兴趣 就是去抽少少把线数 我又很认真地做 我扔钱来一起做 大家一人一半 所以我又出了十样东西 所以第一次做 我去了解 因为我脱离了这个fashion很久 对 所以我就发觉到 其实你要去了解整个市场 然后我就问他们 究竟哪个是最好买的 所以我就依他们 给我的statist 放下来 我才放一些设计 因为大途在前面 可能这些设计不可接受 但是这个trend 可能这个小的后面是一个大的 按照这些方法 就做一系列的东西 所以那是第一次 所以不错了 接着就是 The New Era 接着就是Uniclo Uniclo 这些sticker是 sticker是有时会派回 派回粉丝 粉丝 还有有些会卖的 所以那三个pin 在这里 我是送给你的 你看你自己 保持也好 你送给你的观众也可以 我们会保持 我们都会送一只给观众 对 你一定有粉丝 有多些东西 所以过来 其实今年也有谈到 出其他东西 出手标 所以有一个品牌 我不可以说什么品牌 所以它是马云西亚 做的 它是新加坡的 但是它的公司 就卖给美国的市场 所以现在合作着 做着大概 70%左右 那有什么看法呢 在马云西亚的文化里面 我建议就是 要做多些自己的项目 没有项目的时候 其实自己要做项目 对 你没有就有 自己要做出项目 第一 你可以去提升自己的高度 技能 你有安安的 很多人在这个社会 很多眼睛手低 或者看很多东西 第一 做垃圾 达不到自己的目的 就放弃 你没有想过 其实你的想法在这 你没有想过 你如何提升上去 然后将你的想法 再推下来 不要那么高才慢慢来 我以前就是这样 我觉得很厉害 自己的东西 然后我就慢慢慢慢上 然后我这个想法 拉回低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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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你有什么 会突破的 有没有 没有说突破 突破 突破 都是要 说飞机 其中一个 飞机 这样也没有画过 可能是巴士 巴士也没有画过 可以移动 可以移动 所以飞机也是其中一个梦想 很喜欢李小龙 他死了之后 他说的东西 我听的时候 是会打动到我 而且我觉得对 是怎么会这样做的 例如说他说过一句 就是 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 我不怕一个人有1000个招式 1000个招式 我怕一个人连一个招式 1000次 分别很大 但是如果你有10个招式 你打完的时候 其实每一个都是10% 15% 6% 7% 其实不会有制造什么伤害 但是当人连1000次 或者100次一个招式 他出拳又不同 死不去 65%你都伤害 做伤 这一个 应用在我们自己里是对的 为什么要找职业呢 因为他们是承认了 他们做的事情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谈到这里 都这么长一刻 我看到一个Graphidity artist 一定会捉住去画一些东西 不过就不会在这里画 我们会准备一些Canvas在楼上 到时候会画 也会画一幅小幅的 就送给你的粉丝 送给你们的 到时候你是在我们的YouTube 下面留言 还有follow我们的Instagram 还有followKenji的Instagram 我们会tack出来 在下面的 你们就follow OK 所以现在 不要说这么多 我们上场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你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找 Kenji 帮我们画了一些东西 这个是他送给我们牟尼的 谢谢 还有笔笔和笔笔 那这东西呢 是 exclusive 给我们牟尼的 送给他的粉丝 亦都是牟尼的粉丝 所以我们会选择最好的留言 但你记得之前 在选择留言之前 你要点赞我们的网站 点赞我们的Instagram币 所有东西 我们会访问 什么时候开始有意义 视频一上了 你们就开始可以留言 那我们都会访问 我们选择了谁 所有东西都很公平 所以多谢你 保持安全 好的 OK 牟尼 Peace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